大家好,我是游书老K,今天我们一起要看的是这本三国演义小人书关羽之死,我每天都更新一篇视频版小人书,欢迎大家关注我,好了,闲话不多说,我开始来看这本小人书。 三国时期,刘备和孙权联合,抗拒曹操,这时的刘备还无地可力,孙权采取都督鲁肃的主张,借荆州给刘备。 不久,刘备带了副军师庞统,率军向西发展,留下孔明和关羽张飞赵云等大将驻防荆州,刘备的军队一入川境,就受到了川军猛烈的抵御。 落成一战中,刘军失利,庞统鱼落凤坡,被川将张任乱箭射死,刘备损兵折将,退到福关,急命关平往荆州去掉救兵。 关平接受了任务,一路上马不停蹄,兴夜奔驰,关平到达荆州,已进二更,城门也早紧闭,便在城外高声叫喊。 城头上正是老将赵云,只有紧急军情,连忙开城迎入,赵云领着关平来见军师诸葛亮,孔明看了书信,不由大惊。 关平请孔明立刻增兵,孔明一时拿不定主意,孔明立刻传令文武官员一起共议大事。 荆州是西蜀的命脉,又是孙曹必争之地,派谁助手呢? 不多时,文武官员都已奉命觐见孔明。 孔明讲了落凤坡的事,询问众人有何主见? 关于举荆张飞,张飞却不接受。 关于本来要想坐镇荆州,不过一时说不出口,听三弟将自己大捧,不禁眉开眼笑,推脱了一会,就答应了。 平时,关于骄傲自大,孔明有点不放心。 孔明问关于有何对策,关于头头是道,讲了。 孔明一听,关于果然缺乏远见,自以为是,就连忙制止。 关于还是不服,孔明就讲了当年属无联合的事。 那时东吴鲁肃与孔明的意见相同,鲁肃增亲来江夏邀请孔明过江。 孔明应邀过江,与东吴周瑜共商破曹大计。 因孔明和鲁肃的努力,孙刘之间终于形成联合。 在赤壁大战中,以很少的兵力,打败了曹操83万人马的进攻。 周瑜虽然赞同孙刘联合,可惜气量狭小,屡次为荆州之事,与孔明不睦,后来也悔悟了。 他在临死的时候,就推荐了鲁肃,继任东吴的大都督。 孔明唇搅舌灶,陈述孙刘联盟的厉害,关于勉强接受。 孔明还是不放心,又派人辅佐关于留守荆州,分派已逼,就把印寿给关于。 军事紧急,孔明连夜点将,布置大军入川。 孔明又向关平特地叮嘱一番。 黎明时,孔明安排好一切,就率军入川,关于等送到江边。 孔明传已远去,关于仰天大笑,关平以为军师的关照没有错,关于哪里听得进去。 孔明率军入川,与刘备会师,军事顺利,不多时,已得了巴蜀四十一州。 东吴的孙权,因刘备已得了西川大片土地,还没把荆州归还,所以与大臣商量。 孙权就把鲁肃、紫敬召来问话。 张昭、吕蒙各有主张,鲁肃不赞成动兵要还荆州。 到后来,争吵起来了,鲁肃苦口婆心,劝吴王恪守孙刘联盟,以大局为重。 最后,张昭想出了一条计策,鲁肃虽然不十分赞成,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含糊同意了。 第二天,孙权就把诸葛锦全家老小搬到宫里居住,然后写了书信, 打发他到西川去。 这一日,刘备正和诸葛亮一事,呼报诸葛锦到来。 刘备不知诸葛锦来意,诸葛亮早猜出了几分。 刘备问孔明如何对付,孔明轻轻说了一个办法。 孔明来到驿馆,诸葛亮一见面,就放声痛哭。 孔明问为了何事伤心,诸葛锦卑卑七七讲了。 孔明宽慰了几句,便陪了诸葛锦来见刘备。 刘备议了孔明的计策,看完信,故意发怒,把信撕个粉碎。 诸葛锦见刘备发一阵怒,讲了一发骗话,还没有提到还荆州的事,不禁着急起来。 诸葛锦哭败在地,孔明也假意哀求,刘备只是发怒。 好一阵,刘备才勉强松了口,答应先还三郡。 刘备随即下了交割手谕,让诸葛锦转给关羽。 诸葛锦称谢告辞。 诸葛锦拿了刘备手谕,往荆州来求见关羽。 双方见礼坐下,诸葛锦就说明来意,呈上刘备手谕。 那只关羽早已接到孔明书信,却死活不肯交割。 关羽向来轻视东吴,听了诸葛锦的话,马上变了脸色。 关羽也不让诸葛锦多说,就叫人把他赶走了。 诸葛锦撞了一笔子挥,狼狈地回到东吴,将关羽蛮横的情形一一说了。 众人听了,无不恼恨,鲁肃也觉关羽太没道理,便想了一击。 借设宴机会,与关羽当面交涉。 这日,关羽只带了周苍来到路口赴会,暗中他早命关羽, 率了兵马在附近埋伏,以防不测。 鲁肃把关羽接入帐中,分宾主坐下。 久过半憨,鲁肃就提起荆州之事。 关羽假意发怒,斥责周苍多嘴,夺过大刀赶他出去。 周苍心里明白,乘机走到江边,把大骑向江北一招。 那边关羽早在瞭望,一声令下,十条快船像剑一样驶来。 关羽推脱酒醉,右手提刀,左手扯着鲁肃,告辞一声,即下船而去。 众人想要劫住,又怕伤了鲁肃。 等吕蒙领兵赶来,关羽早走远了,孙权因路口兵勺,也带了精兵赶来接应。 鲁肃见了,就把方才的是祥告孙权。 孙权怕刘备日后北蒙,反来并吞东吾,所以打算先兴兵夺取荆州,鲁肃还是利剑。 为了两国长远联盟,不使曹操成细而入,诸葛锦也想出一个办法来。 诸葛锦再到荆州,来见关羽,因关羽自傲,所以连他的部署也无礼了。 见了关羽,诸葛锦就把求婚的意思说了。 那只关羽听了,立刻暴跳如雷,不容诸葛锦多说,就把他赶了出去。 诸葛锦又被逐走,关羽要想劝阻,却又不敢,只得来见父亲。 关羽提起军师,临走吩咐,想使父亲悔悟,不料关羽大怒。 拔剑巴捉脚砍去,以示众人,刘备在西川自立为汉中王,又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将,特派废师到荆州报喜寿印。 关羽不愿和黄忠做一样的官,又闹别扭,荆费师大捧他一会,方才寿印。 吃到二耕天,正在高兴之时,忽然外面火光冲天,并夹杂炮生,关羽来报营里挤了火。 关羽大怒,叫兵士把弥方傅士人绑了。 幸亏废师说情,傅、弥方得免死,各打四十军棍。 关羽取下两人先锋印,罚弥方去守南郡,傅士人去守公安。 废师辞回西川后,关羽就点将去攻襄阳了。 那时,鲁肃已染重病,卧床不起,临死,鲁肃仍念念不忘,五鼠联盟。 料话,关羽带了队伍,直逼襄阳。 襄阳守将曹仁,立刻带了大将宅员和夏侯存出官营战。 站了树河,料话,关羽扬拜而走,曹仁不知事迹,纵马追赶。 奔进岔路口,关羽人马突然杀出。 曹仁知道中计,带了随身兵马,慌忙逃走。 那夏侯存却被关羽劈下马来,关羽也反身把宅员斩了。 曹军主将死得死,逃得逃,手下兵足大乱,大半淹在湘江中了。 蜀军城是攻进城去,战了襄阳。 关羽要连夜去攻凡城,可是王府心存顾虑, 怕东吴或有暗袭荆州的图谋。 关羽本也有些顾忌,东吴吕蒙,就派王府赶快去驻蜂火台, 自己还是去攻打凡城。 王府担心弥方,富士人受罚后内心不服, 总督荆州的潘郡又不大靠得住, 可是关羽不以为然,一笑置之。 王府往荆州去了,关羽就下令准备船只, 歇兵半天,杜湘江攻打凡城。 曹人退守凡城,又被蜀军包围, 忙向许昌曹操求救。 曹操本来筹集,见于尽,庞德请战, 自是欢喜,便加封两人,大起欺君,前往凡城。 庞德到了凡城,就与关羽遭遇, 请了几句,就大战起来。 战了三十回合,不分胜负, 下巧关羽赶到,接着厮杀, 斗了五十回合,庞德乘戏一剑, 郑重关羽左臂, 关平,见父亲受伤,连忙掩护而退。 关羽受了剑伤,不能上阵, 过了一夜,庞德又去挑战, 荆州闭门不出, 几天按兵不动, 关羽的剑伤已好了, 他上山查看看地形,有了主意。 当夜,关羽下令决堤, 湘江之水汹涌而入, 湘繁平地,顿城则国。 曹军走投无路, 出少数被俘外, 其余的禁被淹死。 赌将于晋庞德也为官平等俘获了, 于晋庞德被劫网大营, 关羽再三劝降, 庞德只是痛骂, 惹得关羽活起。 关羽水淹了七军, 绝了樊城外援, 便指挥大小将士, 大举攻城。 再说东吴自鲁肃死后, 吕蒙继任大都督, 孙权不顾鲁肃一言, 派了诸葛锦去与曹操求和。 曹操自得了关于水淹七军的消息, 坐立不安, 并想迁都河北, 以避风芒。 司马懿以为赤壁之败 是孙刘联合的缘故, 须从中说动, 方可个别并吞。 曹操正欲前时, 呼报诸葛锦求见。 曹操自是欢喜, 以大礼迎接。 诸葛锦送上孙权的亲笔书信, 吴为各有所图, 自然一拍即合。 诸葛锦连酒也不喝, 匆匆告别, 回去复命。 曹操满心欢喜, 立刻点将, 不止一切。 吕蒙自任大都督后, 因荆州方面防范甚严, 岩将上下又有风火台设防, 所以一时不能过疆偷袭, 心中很是忧疾, 便装病不出。 吕蒙装病, 只有陆逊猜透, 所以借探病为由, 来看吕蒙。 吕蒙知道陆逊很有才学, 便问他有何好记。 吕蒙一听深深佩服, 祸得起来, 早忘了自己在装病了, 孙权听了, 也很同意。 吕蒙就举荐代理都督, 陆逊就答应了下来, 正在此时, 诸葛锦也回来复命, 大家听了都很欢喜。 这时关羽以率兵围住返城, 曹人谨守城门, 不敢出战。 这一日, 曹人悄悄调来五百名公奴手, 突命放箭, 关羽不防, 闭上中了一箭, 翻身落马, 曹人乘机杀出, 却被关平一阵杀回, 只得回城坚守。 关平把关羽就回寨中, 拔出箭头, 却是有毒的。 正义朝莫展, 明依华佗来访。 华佗闻关羽中了毒箭, 又知留孙失和, 难免曹操暗中个别病吞, 所以借疗伤为名, 特来案劝。 关羽和马良下棋, 华佗一边替他刮骨疗毒, 临走又留下药方, 再三叮咛而去。 关羽送了华佗回来, 看罢药方, 知道华佗用意。 华佗的警告, 关羽并不放在心上, 这时料化来报, 说陆迅派人来见, 原来这是陆迅的计策, 想用豪宇礼品来麻痹关羽。 果然, 关羽欺陆迅年幼, 不把他放在心上, 来使赵卓陆迅话, 把关羽大捧一番, 使关羽更加不疑。 于是关羽便把荆州大部分精兵调来攻打樊城, 虽幼马良观平见劝, 也不听信。 这天晚上, 江面上有八十多条快船向北驶来, 摇掳的都穿着白衣, 像是商人模样。 原来, 这些小船争死陆迅, 吕蒙所派, 内中尽服精兵, 知道荆州的人马空虚, 所以先来去烽火台。 守军见他们都是商人, 又得了会, 就不遗心。 三更打过, 守军都睡得很熟, 商船里的精兵一起杀出, 将烽火台的守军全部活捉。 吕蒙渡过将来, 又挑选一些精细兵士, 船上关羽军服, 转开荆州城门。 守军果然中计, 荆州城里顿时大乱, 总督攀军不加抵抗, 就投降了。 次日, 富士人和弥方, 阴狠关羽则打, 也将公安南郡两城陷了, 同时衍城也被魏江徐晃攻陷了。 消息传来, 关羽不为所动, 还以为是外面传言。 这时返城的曹人已率兵杀出, 徐晃的大军也掩杀过来, 关羽前后受敌。 关羽方才有些着慌, 连忙带了人马渡过湘江, 探马流星般来报, 荆州已失, 潘骏, 弥方, 富士人等都已经投降。 关羽无家可归, 系的剑窗蹦裂, 昏倒在地。 前有曹军, 后有吴兵, 关羽陷入重围, 所胜兵马, 也无力厮杀, 便有马良一级赴成都刘备处, 求救, 派廖化去上庸, 刘峰处呼援。 一连几战, 进阶实力, 关羽人马, 所剩只有三百余名了, 关羽带了残兵, 驻扎麦城, 也被吴军团团包围, 粮草将近, 关羽后悔不及, 成都路远, 远水救不了进水, 上庸流风也按兵不动, 关羽眼看麦城无法固守, 就决定弃城, 奔入西川。 当晚, 关羽令王府周仓首麦城, 自领关羽, 赵磊带了二百余人马, 准备由北门走小路去西川, 王府劝他该走大路, 关羽不听, 那只孙权早已料到关羽困手麦城, 内无粮草, 外围无救兵, 必然出走, 所以早派了大将, 在麦城以上二十公里里设下埋伏, 同时有派潘章领了本部人马, 再去邻居的小路上挖下玄马坑, 准备好长勾套锁, 专等关羽入王。 关羽父子一路搏杀, 无奈扶兵重重, 时时都有战事, 父子因此失散了。 关羽孤身奋战, 直到金皮力尽, 终被诸然锁服卢。 关羽急急赶路, 走到绝食地方, 一声叫喊, 两下扶兵进出。 关羽虽勇, 终被攀张擒获了, 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关羽, 到今日已做阶下之球, 结果身手分离。 关羽死后, 吴军攻下了麦城, 周苍和王府在混战中阵亡, 从此荆州归了东吴, 西蜀在政治军事上日渐衰弱。 对于关羽的死,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